石门区的青山瀑布布道 3月初是因为天候不佳 再加上了山区多余来导致边拖的土石滑落 而造成了布道的损坏 而第一时间石门区公所就将布道来封闭 制作了道路的指引 并邀请厂商进场来抢灾维修 而进来修复工程来激进了尾声 区长还有厂商来实地规划 现刊来如果确实是安全无遗 而布道将会再度开启 石门区的青山瀑布 是不少民众户外休闲喜爱探访的秘境 不过前阵子天候不佳山区多余 导致布道鞭驳土石滑落 造成布道损坏 第一时间石门区公所也将布道给封闭 并请厂商进场抢灾维修 近来修复工程接近尾声 区长与厂商也实地的现看 若是工程验收安全无余 布道也将会再度开放 工所的同仁来巡检有发现那个 边坡土石滑落 造成整个布道沟曲 还有整个通行都被挡住了 那当下工所有一些作为 就是赶快把入口处的回移 把它围起来 那也贴了公告 更重要就是在进来的地方 我们有做一些那个标识 让民众不要白跑一趟 3日初连日雨势造成土石松洞 一颗100多公分长的巨石滑落边坡 不仅压毁了布道旁的沟渠 更加也将布道上原本铺平的石板 给挤压隆起 历经将近一周的工程时间 就地碎大石 并且重新修复布道与沟渠 终于让布道恢复了原本的样貌 然后当天开始我们就请我们的厂商 赶快进场做一些维修 那主要就是有一颗很大的石头 那把它就是把它打掉 那另外包括这个水沟 沟渠 人形布道都做一个重新的整修 那预计差不多 现在目前我们进来看是整个都完工了 那随时准备要开放 让一些喜欢来登山的好朋友 可以赶快进来 第一时间驱公所除了将布道封闭 也赶紧制作路标指引 放置在台二县与珠潮潭路上 避免计划前往休闲活动的民众扑空 而修复工程进入收尾的阶段 去让野县地的视察 并商讨往后稳固 预防土石滑落的工法 希望能让这条清净大自然的步道 在行走上可以更安全有保障 记者平函 石门采访报道 发展新冠调 录下领议